联准会的降息事实上是在前一天就反映了 它现在前一天预期它会降息 所以已经涨了1200多点 所以今天看起来美股它又回到对疫情的忧虑 肺炎疫情冲击 美国联准会紧急宣布降息两码就是 美股大起大落中场人重挫785点 台股周三开盘表现相对平稳 甚至出现小涨行情 台股在始终没有去回补那700点 那么美股很好玩 它事实上是在疫情的发展中间的 美股还创了新高过 所以它这个只是上下震荡的比较厉害一点 那我们只是紧盯着疫情 在短期的这种股色的波动上面 是随着疫情的发展 而一定有一定产生一定的联动 顾立雄点出目前观察两点 中国疫情是否到达高峰 以及全球疫情能否温和被控制 若两点达成台股将回归基本面 今年景气仍乐观看待 国安基金我们目前都是每天都会明确注意 整个台股的动向 那未来如果真的是要进场 比如说万一像委员所提到的 或是符合国安基金管理 这个管理条例里面规范的这个情况 国安基金必须进场的时候 我们也会潜传性的这个考量 国安基金积极备战 但也有立委担心疫情延烧 大陆是否会爆发金融风暴 以及国营在大陆分行的曝险问题 如果他的数据都不准确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中国会发生金融风暴 我们禁止嘛 这个曝险的这个比例 不可以超过禁止的百分之一百 那现在看起来受信的部分 有逐步在下降 所以最近都维持在差不多百分之46左右 还有1.7兆 还有1.7兆 但是在禁止的百分之一百的 已经距离蛮遥远 做我们国营的分行在那边 我们预期放款 我们要求他们即使要打销 架构金融市场防火墙 顾立雄表示 国营每年也都会做压力测试 而随着5月报税级逼近 政府推出的振兴方案 让企业报税渴望延缴 很多企业啊 现在都无薪假 甚至要裁员啊 是分期或延期缴纳 企业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 我们会最多可以分36 业者可以延期或分期缴纳 最高可分36期 如果个人受到居家检疫影响 也可以延长报税期限 疫情年少之际 财经部会首长也紧定金融市场变化